你是不是覺得台灣交通秩序好恐怖好亂啊 你是不是也有過不知如何左轉彎的困擾 每次開到人生十字路口準備左轉彎 等紅燈變綠燈 打起歐的方向燈 結果斑馬向上都是人 不理讓信仰還要被罰1200 到底是要人家怎麼過啦 還有就是每次左轉彎時 對上來車多的嚇死人 我的車根本就動彈不得 後面還排滿等著左轉的車一直吹一直吹 好不容易抓到轉彎的時刻 結果綠燈立馬變紅燈 整個十字路口都是我的伸展台 全世界都看我一個 太崩潰啦 自從不知如何左轉彎的惡夢 相信各位駕駛朋友都有遇過吧 那麼到底左轉彎有什麼秘訣呢 首先當然是要先注意交通號制有沒有禁止左轉彎 如果可以左轉記得要提早5秒鐘打方向燈 轉彎前看一下後照鏡 注意一下後方來車 同時要注意對象來車和當時路況 還有最重要的 一定要記得行人優先 才不會被警察開罰單喲 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向左轉 說了那麼多你敢上路了嗎 還是心甘壓的朋友快參加 FORDSFL 安全節能駕駛體驗言語 迅速達通你的韌度而賣 輕鬆學會正確的駕駛觀念 以小秘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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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